这是宋史余福治里边记载的音速指南车 这种指南车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转弯的时候必须停下来 转完了之后才可以继续往前走 这是插动指南车 这种指南车在转弯的时候它不需要停下来 而且它比音速指南车的误差要小很多 我们叫它插动指南车 因为它上面使用了插动轮系 所谓插动轮系就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由度 也就是说它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输入 这里左轮跟右轮分别是它们的两个输入 我们先来看它左边的结构 左边的车轮通过舵轮带动中间的一个齿轮 这个齿轮是放在最下边的 右边的车轮也是通过一个舵轮带动中间的齿轮 中间的齿轮是放在上边的 再来看中间的结构 这是下边的齿轮 中间是四个行星轮 行星架和中间的竖杆是固定在一起的 最后是上边的齿轮 下上两个齿轮是分别由左右两个车轮进行驱动的 当上边的齿轮和下边的齿轮转速相等的时候 中间的行星轮它只做自转 而不做公转 当上下两轮的转速有差异的时候 行星轮它不仅要做自转 还做公转 公转的同时呢 就通过行星架带动了中间的竖杆做转动 竖杆上边的就是小木人 所以呢 就可以调整小木人的景象 最后通过计算控制好各齿轮之间的传动笔 就可以使小木人在行进的过程中 正好抵消掉车身的旋转 这样子它就可以一直指向南方了 这就是插动指南车的原理 这就是插动指南车身的旋车身的旋转